大家好,我是阿韵 今天来分享一个面食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们先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也就是中筋面粉 一半用90克的开水 另一半用90克的凉水 边倒边搅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 拌好之后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 像这种程度 收圆,盖上,饧面30分钟 准备几个螺丝胶 喜欢吃辣的可以换其他的辣椒 将它的地给去掉 纸不去掉 然后清洗干净 锅里不用放油,直接丢下辣椒 用小火翻炒 边炒边用铲子按压 最后炒至辣椒出现这种虎皮状 变得非常的软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将辣椒盛出来 炕好的辣椒丢进一个厚一点的生碗里面 加入大蒜 皮蛋 加入一点芝麻香油 用擀面杖将它捶碎 捶到最后香味非常的浓郁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饧好的面不用揉 直接一大案板上面将它拉长 整理成一个长条 然后分成八蛋粉 将每一个小剂子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形 全部做好 盖上保鲜膜 洗面十分钟 小碗里面加入一勺的面粉 一小勺食盐 两勺的食用油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调成细油酥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取一个面剂 表面也撒一点干面粉 用擀面杖将它推开 开始擀的时候 擀面杖不要推出去 只擀中间 擀大之后 再将边缘给擀薄 擀成一个薄薄的圆饼 然后抹上油酥 油酥只需要薄薄地 抹上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找一个中心点 切一刀 从一头松松地卷起来 边缘给它捏一下 底部收个口 捏紧实防止漏线 然后大头朝下 按压 按成一个饼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 从第一个开始擀饼 撒上一点干面粉 用擀面杖将它推开 擀成一个薄饼 电饼铛大火预热 刷上一层薄油 放入饼坯 整理一下 表面刷上一层凉油 盖上盖子 大火烙 30秒开盖 这个时候饼已经鼓起 然后给它翻面 盖上盖子 再烙大概20秒左右 要想烙出来的饼柔软 一定要大火快烙 以免水吸蒸发 饼会变得非常的干硬 在锅里推几下 出层次 出锅 这样我们的酥饼 就全部烙好了 这样烙好的薄饼 外皮一点点焦酥 但是内里非常的柔软 抹上辣椒皮蛋 卷起来 一道非常美味的卷饼就做好啦 相信我 转上这个馅料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绝对是回味无穷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 拜拜